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喜欢喝咖啡 不论是各种品项的咖啡都有不同的喜好 在淡水区的巷弄当中就隐藏着一家充满各式单品产品咖啡豆 老板有所有的咖啡豆都是自己的烘焙 因此店里面的工具机器都是相当的昂贵 而业者说透过装设红树林有线电视店家的监视器方案 结合了网路让他随时都可以掌握店里面的状况 现代人越来越多喜欢喝咖啡 不论是各种品项的咖啡都有不同的喜好 而在淡水区巷弄当中隐藏着这一家充满各种单品产区的咖啡豆 而老板跟着店内有一部机器 所有的咖啡豆都是自己烘焙 现在来喝咖啡不只是可以连接WiFi上网 业者说透过装设红树林有线电视的店家监视器方案 结合网路让他随时可以掌握店里的状况 装了红树林的这个网路还有摄影机之后就是 因为我店里咖啡的咖啡箱方面的器具是比较昂贵的 所以状况监视器我随时可以看 或者是我可能人休假 可是店是其他的员工在雇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掌握店里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一般来说我的店里都会备有十几二十种的单品产区豆 这样子 因为其实现在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的口味跟喜好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会尽量的去挑一些就是风味特色差异比较大的豆子 老板说因为坚持自己从挑选咖啡豆到烘焙完成 以及手冲咖啡端到客人的手上 都是得经过细心的观察与调整 因此店里面的工具机器可是相当昂贵 透过有线电视的监视器方案让他更能够安心 而在这个小巷弄当中开店也别有用意 因为喝咖啡的口味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咖啡店就是要开在一个巷子里面 要让人家会特地找上门来的一个地方 当初会选到这边就是因为 他有刚好符合我的期待 就是空间够宽敞 然后附近也不会太吵杂 因为我这边就是店的周边算是蛮安静的一区这样子 然后刚好店门口就正对了一个小树林 所以如果坐在里面往外看的话会是绿油油的一片这样子 不会就只有马路或是房子这样子 老板说一般人开店都会喜欢选在大马路旁边 人潮越多越好的地方 但他则是有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要让喜欢喝咖啡的人到小巷弄当中寻找咖啡香 在宁静的巷弄享受喝咖啡的好时光 记者许端一带去采访报答